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国计划向12个省区发放资金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楼市爆雷祸及香港 爱国商人企业不满被拖欠佣金 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 广东多所幼儿园被迫关闭 原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张俊杰披露 因为参与白纸运动而遭当局打压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随着美 日 韩三国联手强化印太地区同盟 中国似乎也在拉拢全球南方国家试图打造制衡西方的力量体系 本周二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举行会谈 其所谓同志家兄弟的外交口号再次引发外界的关注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并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习近平22日在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会谈中表示 期待金砖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他还说中南双方推动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据路透社披露 金砖国家领导人正在考虑扩大集团规模 并以此推动将金砖国家打造成制衡西方的力量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实力项目研究员贺博然 上周在有关金砖峰会的预热讨论中指出 北京将金砖国家视为扩大起全球影响力的一个独特场所 他说 金砖国家实际上是新兴经济体唯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要机制 并且真正将最重要的战略参与者凝聚在一起 仅中国就占该集团GDP总量的约70% 这给了中国很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经济问题上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自己打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先锋 但贺博然认为金砖国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该组织成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 导致步调难以一致 印度和巴西则对金砖集团的扩张持谨慎态度 由于中印两国近年来在边境多次发生冲突 印度非常担忧中国在金砖体系中占据领导者地位 他还指出 最近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公报显示 金砖国家反对制裁等单边经济措施 中国会拉拢金砖国家就此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目前金砖五国占有全球GDP的23% 总人口占全球的42% 路透社还指出 已有4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集团 中国积极扩大在非洲大陆影响力的同时 也在寻求中美洲国家的支持 新华社日前报道 中美洲议会已表决通过 关于取消台湾立法院常驻观察员地位 接纳中国全国人大为常驻观察员的两项决议 此举受到了台湾外交部及多位美国立法者的强烈谴责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分析说 不仅在经济和安全议题上 中国不一定能与金砖国家达成一致 在针对中美洲的金钱外交议题中 如果中国无法对限期承诺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进程也不会走得更远 跟中国走得近或者是靠拢中国 其实是一个形式的问题 但最终他还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过头来 去跟美国去表态说 我现在如果比较靠近中国 那你愿意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这样的一个态势 对他们来讲 他们看的其实不是美中之间的冲突 甚至也不是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是单纯是以financial return 就是他的一个金钱的回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卫 华盛顿报道 中国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引发债务危机 中国监管部门已经初步 批复各地政府上报 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方案 并向12个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省份和地区 发放约1.5万亿元人民币 另外 西南地区的公务员可能将缩减两成 请听记者谷婷的报道 据财星周刊本周一报道 过去的两个月 各地政府已上报建制线 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方案 目前监管部门已初步批复了方案的额度 特殊再融资债券或在下半年重启发行 额度约1.5万亿元人民币 可能涉及12个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省份和地区 包括天津 云南 陕西 重庆等债务压力较大的省份 在配额上将给予更多的支持 面对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形势 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地方政府早就债台高筑 激临破产 地方政府花债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款 我看有的报道上得拿出1万多亿 1万5千亿吧 就是要给地方政府花债 但是地方债就是4万亿 你这个1万5千亿 可能是地方政府 要通过它的资产出售变现来解决 因为你欠的是国有银行的债务 财新周刊的深度报道写道 根据近期从财政部门 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等多方了解 中央金融委国务院高层部署了 摸底地方隐性债务的最新情况 认为形势总体可控 但个别地区和机构存在一定风险 7月初财政系统启动了 用于置换部分隐性债务的新一轮特殊债融资债券申报工作 郑旭光说 地方政府如果要偿还债务必须出售资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国有银行把利率带行低利率降还减轻它的利率负担 到期的环上 环了以后利率能降低一点 这个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 据财新了解 此次获得特殊债融资债券额度较多的一个 西南部省份需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包括将公务员缩编20% 云南媒体人李汉生告诉本台受到债务困扰 当地政府裁减公务员的计划已经酝酿多时 应该说这个裁撤公务员也是一个既定方案 早就有这个说法 只不过就是没有机会 你只在说这个公务员比例高 中央也没钱 它本身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 它是转移支付嘛 因为地方把所有的利润都已经交上去了 然后你应该支付给我 没有支付的这些部分 此外 海南省政府财政厅公告 海南计划今年继续在香港发行 境外地方债 今年承销团成员 由去年的17家增加至22家 去年10月 海南省在香港完成的 50亿元人民币离岸地方债发行 包括两年期蓝色债券 及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可持续发展债券 为内地手笔在境外发行的 省政府债券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中国房地产爆雷的效应外溢 已经影响到香港的企业和股市 香港的爱国商人施永青创办的中原地产 被恒大和家兆业等中国房企 拖欠超过10亿元佣金 事件更凸显中港经济的双层影响 国企爆雷必定影响港企 甚至拖累香港经济的表现 同时也因中港已经同化 香港失去了百年来 吸引外资将中国救出经济困境的功能 向前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原地产 证实被多家中资开发商 拖欠销售物业的用金 涉及金额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中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志 周一接受外媒访问 表示已经被部分开发商 拖欠用金一段时间 但因为开发商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没办法取回现款 加大了中原地产的压力 希望政府能帮助 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钦 对港媒香港01表示 此事与中国政府要求 开发商权利保交流有关 并透露有开发商 希望以防抵用 偿玩用金 并透露有一家 今年专门为龙头房企 做项目代理的公司 被拖欠用金高达70亿元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亚太工商研究所 名誉教员学李教波表示 实际的用金对中原地产来说 不是小数目 但相信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运作 只会影响到业绩的表现 他又说 像恒大等龙头企业 一定会拖欠大批的供应商 债务还没长完 如果港支占比多 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 开发商正在做债务重组 像中原地产等债权人 会陆续出现追讨 到时会更清楚 受爆雷影响的港资 实际有多少 这次事件会影响 像中原地产等 这批港资企业的业绩 也使香港整个投资 和经济环境变得不乐观 一定会影响 香港经济增长的表现 熟悉中国历史和正情的 作家陶姐表示 中国房地产暴雷 与北京想推共同富裕 要强化国企为主体的施展有关 香港在过去20年 经济发展太过依赖中国 当中国经济出问题时 一批爱国港商会首当其冲 中国已经没办法创造这个大量的热钱跟利润了 中国不好了 那么香港怎么会好呢 包括施老板在内 有很多香港亲中爱国的 一直在欢呼歌颂 将来中国就是要改写世界秩序了 他们相信这个梦想 结果没想到出现了今天这个局面 只能够说 他们其实不是太了解中国 他表示香港在韩战等多个重要时刻 曾经协助中国渡过经济难关 但这次暴雷没有花灰救国的功能 与2019年后香港完全被改造有关 这个当然有关系 即使1950年在韩战 一直到邓小平 江泽民的时代利用香港吸引外资 香港是不能乱动的 但是现在这个他以为自己懂 不需要香港了 国安法开始以后 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自己把香港这个通往世界的那条桥啊 给自己拆了 中国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 将香港本来没有问题 就变成一个问题 只能够是中国自作自受 财经评论人严宝刚表示 香港回归后 一直能做到为中国招商引资的功能 但融资的功能在2019年后明显改变 他表示香港已经离不开中国 受碧桂园等爆雷和中国经济数据变差影响 使港股也跌跌不休 就要这电台记者陈纸飞报道 中国新生婴儿人数下降 导致各地幼儿园出现因招生不足而关闭的情况 今年初以来 这个现象发生在广州 深圳 珠海 以及成都等地的幼儿园 以下是本台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国人口出生率近几年出现严重下降 导致幼儿园招生不足 连日来多个读者的电话 接连打进阳城晚报的爆料平台 所投出的问题直指广州黄浦区某幼儿园突然关停 预交学费可能打水漂 今年春天开始 有明办幼儿园接二连三的发布 闭源通告 而因声援不足难以为继 或因股权纠纷 终止办学 经养网20日报道 近几个月 广州十余所明办幼儿园宣布关停 遍及天河区 海珠区 攀鱼区 黄浦区 花都区等地 此外 珠海高新区 海宜湾 伊顿幼儿园 深圳新加坡 英维特幼儿园 深圳德威幼儿园等 国际幼儿园也宣告退场 广东江门居民 陈开鸿 周二告诉本台 最近几年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 当地也有幼儿园 因声援不足而关闭的现象 他说 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很大 据中国民政部门 5月份数据 去年中国的结婚率为5.2% 预估会有不到700万对新人结婚 创下42年来的新地 而教育部网站7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 较上一年减少约5600所 降幅为1.9% 深圳龙岗一名办幼儿园前教师王女士 对本台说 5年前就感到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 导致招生不足 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他说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育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好几年前很多人的观念 别说生孩子了 就说结婚 要买房子吧 中国的房价那么高 那年轻人他负担不起 所以很多人他就不结婚 生育率低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已经很多年了 只不过你现在过了几年以后 你看到幼儿园招不到生源了 两个月前 成都市壁都区西浦街道公办幼儿园 招生未满一栏表显示 辖区内18所幼儿园招生最多的 润洪西河幼儿园175个名额 仅36人报名 其次润洪校园路幼儿园125个名额 26人报名 排名第三和第四的两所幼儿园 报名人数分别为14和12 其余幼儿园报名人数为1-6人 甚至有五家幼儿园报名数为0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在园幼儿 在校学生人数双双下架 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 小学在校生1.07亿人 分别比上年减少约177万和100万人 有研究机构预测 到2035年中国农村小学 需求数将不足2020年一半 只需3.55万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中国多所高校在去年发起的白纸运动 曾成功地迫使当局放弃了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 并且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 但是多位参与运动的年轻人 却因此深陷淋雨 近日 原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张俊杰 接受本台专访 披露遭当局打压的情况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人在新西兰的张俊杰 接受本台视频访问揭露 参与两次运动后的悲惨遭遇 一方面是因为我在去年参加了白纸革命 然后今年1月份又参加了烟花革命 导致我两次被中共警方关入精神病院 张俊杰回忆 去年11月27日晚上 以及28日上午8点左右 他曾两度在中央财经大学 主教学楼前面举白纸抗议动态清零政策 约母5分钟 他就被学校的领导以及老师带走 并联系了他的父亲 当晚他被带回南通 父亲告知因为密接 必须隔离7天 把他带上镇上的隔离点 随即就以做核酸为由 被两名便衣带上车 被强制送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也就是精神病院 他们就突然用布条 将我的四肢捆绑在床上 我当时想反抗 我想起来就是中共 他们经常以关押精神病院的方式 迫害异界人士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发热门诊 他被强制注射镇定剂 被告知不爱党爱国 不拥护中共就是有神经病 只有乖乖配合治疗才能回家 整整六天时间被绑在床上 反抗的后果是被上了大单 上身被绑住 动弹不得 重派了医师 还是被强迫服用大量药物 进行物理治疗 被诊得昏沉 有气无力张俊杰的父亲 才决定把他带回家 返家之后 父亲归还了没收的手机平板笔电 张俊杰在社交媒体参加了 所谓的白纸革命组织部 他说凤只是在南通 进行烟花革命 原购想是要购买无人机 放烟花撒传单 但是实名登记让他们打消主意 该为放烟火贴上几张白纸抗议 没想到隔天警察又找上门 一月二十一号 农历的除夕 突然有四辆警车 以及将近二十个警察到我家来抓捕 他们将我带回了南通市开发区办案中心 审讯了我整整一天 追问究竟是什么组织 什么人指使我这么做的 坚不吐实的他被警方要求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签字 罪名是寻衅滋事 随后不是被释放回家 又被送进了第四人民医院 张俊杰说 一间六七十平方米的活动室 挤满了六十多位所谓的病患 室内满是病人的呕吐 排泄物如果对医护不满 会被任意殴打 电视只允许播放 例如央视红色电影 红色歌曲 有人想换频道当场被踹倒 更难忍的是 每天都要被问同样的问题 他们每天都会再问我说 你现在还讨厌中共吗 你现在到底拥护不拥护中共 并且将我的反应作为 判断我是否能够出现的标准 被休学的张俊杰 后来成功申请到 新西兰的奥塔克大学 拿到了留学签证 因为家门口徘徊的警车 让他不告而别提前认了 到了新西兰 他公布了一段有关人员的恐吓录音 第一 你越发得多 你的家人就受苦受难的越多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离开得非常匆忙 张俊杰说 所有的住院材料 缴费记录等都在父亲的手上 他手上仅有一段八月初 他的父亲与南通市通州区先锋 派出所一位警察的对话录音 当时警察询问 是否有按时吃药等 本台致电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但是电话未有人接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高之胜失踪已经六年了 加拿大和全球许多国家的城市联动声援 一百多人站在街头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高之胜 活动组织者表示 海外需要更大的声音力挺中国政治犯 让他们知道世人不会遗忘他们的付出 请听门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前站满了一百多人 手持着释放高之胜 释放政治犯的标语 主办方也一一念出其他包括王炳章 董广平 彭丽发 黎智英等数十名政治犯的名字 代表对他们的支持 组织者之一 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的发言人蒋家继说 很多人都会问 每一次的声援抗争有用吗 站在街头有意义吗 他想用中国圈内常提到的两句话来回应 为众人抱新者不可使其冻逼于风雪 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令其困扰于经济 我们站出来是给予了他们在国内站出来的 这些人很大的一种安慰 在他们被判十年二十年甚至无期的时候 不会觉得世界将他们给遗忘了 失踪六年的高智胜是一名律师 他曾经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 但后来他开始为那些当局不希望保护的人维权 就此成了阶下囚 2014年出狱后他持续受到监控 2017年8月13号在陕北老家离奇被绑架 中国当局不允许立案调查 也从未向家人告知高智胜的下落 出席活动的加拿大台湾人权协会主席史迈克说 高智胜本可以终身富贵 但他选择一条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道路 如今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是生是死 这就是中国当局希望达到的目的 让人害怕 让人遗忘 但这更代表呼吁和惦记的持续性有多重要 活动现场有几位年轻的中国学生 其中一位是傅慈 他说很多人对中国现况失望透顶 却认为努力也无济于事 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海外留学生站出来 能够站出来去为自由为民主发声 要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高智胜 要相信你自己无论在哪个角落 也能影响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发展 最近全球各城市发起联动声援高智胜的活动 国际特赦组织也在8月13号 于推特上发布声明 再次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高智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导 英国外相克莱福利 举报将于下周访问中国 这将是五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外相 虽然克莱福利很可能向中方提出香港以及新疆议题 然而人权关注者担心 如果缺乏实际行动 克莱福利对人权议题的表态成效有限 请听门台记者吕希发自伦敦的报道 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表示 克莱福利将会在本月底访问中国 成为疫情以后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英国官员 也是五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英国外相 以稳定因为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而划落至历史低谷的阴重关系 克莱福利的访华之旅 制报原定在7月底进行 但因为中国前外长秦刚落马而推迟 英国美瑞电视报报道 预料克莱福利访华期间 将会提及香港局势以及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 并将会向北京施压要求撤销对英国议员的制裁 报道说 克莱福利会和中国探讨潜在合作 比如在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稳定的问题上 总部剩余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 罗杰斯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克莱福利访华后必然要向国会交功课 因此必须向中方提出香港和新疆问题 然后如果没有实际行动配合的话 单纯的言语表态不会带来实质效果 虽然克莱福利向中方提出相关议题是很重要的 但真正重要的不在于此 而是他的后续行动 我们一直在倡议的是 因为香港自由遭到破坏 而对中港官员实施制裁 我想如果克莱福利在行程中能明确地发出警告 如果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改善 中国将实施制裁 这将放出重要的信号 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在中国解除疫情限制以后 接连有欧美高层官员访问中国 对话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执行董事佩伦德就认为 如果这些访问能够带来正面的外交成果 外界也会喜闻乐见 而事实并非如此 每个人都失望地空手而回 英国外相明知道如此 却还是要去 要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外交上更优越 要不就是他们为了做生意 不惜一切代价 这就是人权关注者 和对北京的做法有顾虑者的担心 而英国外相访华的大背景 是首相苏纳克的对华政策转向 克莱佛里也为英中关系重新定调 强调要和中国建立文件 而具有建设性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 美国商务部确认 商务部长雷蒙多 将会在8月27号到30号 访问北京和上海 和中国高层官员及美国商界领事会面 就美中商业关系 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以及潜在合作领域进行讨论 自由邮助台记者 吕熙英国伦敦报导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得关注几条 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8月22号 发布关于西藏强迫 同化问题的签证限制公告 公告说 国务院正在根据 移民和国籍法的有关规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官员 实施签证限制 因为他们参与了 强迫超过100万藏族儿童 在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就读 这些强制性政策 旨在消除年轻一代藏人中 西藏独特的语言 文化和宗教传统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二 对澳大利亚智库表示 澳大利亚遭中国实施 贸易禁令的禁令 影响了德国对北京政策的转变 他说 中国已经改变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政策 也需要改变 外电22号援引贝尔伯克的话指出 虽然中国是气候变化 贸易和投资伙伴 但在我们如何 在这个世界上 共同生活的基本层面 它是一个竞争对手 贝尔伯克还说 许多国家因为缺乏替代方案 而转向中国 德国希望改变这一状况 近几年 有不少中国民众 为了躲避政治迫害 或新冠疫情期间 严酷的封控措施 或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 纷纷从中国出走 到美国 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定居 被称为润潮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仁川海洋警察署 8月20号披露 中国人A某 试图骑水上摩托潜入韩国 当天被警方抓获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 桥水基金创始人 达利奥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中国需要进行规模超过90年代末的债务重组 据中国财新网上周五的报道 达利奥在文章中说 中国早就应该通过去杠杆 来减轻债务负担 因为沉重的债务负担 正在冻结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在最贫穷的省份 各位听众 这次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